就是 刚刚是单向的你就输出结果 可是问题你怎么跟使用者互动 互动的话你必须要建立一个interface 让他做一些填写的动作 那我们要怎么做设计 实际上就是你直接开启那个基本资料这边把它打开来 那画面上面呢我们就根据刚刚所讲的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取得他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 姓名所以你这边的话给他一个叫textbox 从这边textbox直接拖拉过来就可以 拖拉过来之后呢只要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这个名称的话通常我一定会改的就是他的id id的名称我命名方式就跟上上一题一样 前面加小写tst tst就是 他这是一个testbox 的一个 前面就是一个testbox后面的话 先大写然后再一个他的 这个这个里面要放什么就是个name 他的名字 然后一样年龄的话就是再加一个什么 Tst edge 就是这个地方是放他的那个他的年纪 再来以婚未婚 那特别注意这个radio button 比较特殊 这个radio button 你拖拉过来之后要改几个地方 特别注意 上面的讯息 一定是 在那个标签属性里面叫哪一个呢 属性一定叫test 这个 显示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上面显示东西之外你还要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他的id 我把他叫rb01 好了 那另外就是rb02 这样子 另外还有呢 预设值是 预设值就check 就是已经预先已经 一定 二选一 那预设就是 已婚的 那如果未婚他再把 点到未婚去就可以了 再来还有一个地方 比较重要就是 这个 这个 那个group name 这个一定要加 也就是说这两个一定要是一个group 那怎么样变一个group 就是 group name 就是一定要 取一样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边 取一个叫m 比如说 这个 预设值就是m 这个m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就是m 然后呢另外一个 未婚的部分呢 也一定要这个group name 一定也要是一样的名称 如果你两个名称不一样的话 或者里面的名称没有设定的话 那他就会变成多选 他一定不会单选 特别注意 一定这个地方 那未婚的话呢 改一下未婚 另外check的这个地方false 因为只有一个是处而已 好不然两个都 两个都 两个如果都处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了 id的话呢 就是rb02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这界面 那再来年月日 啊 当然 我觉得这一题我们简单一点 将来如果各位有 已经做完之后可以试试看 用桌章list 试试看啊不过初期的话我想我们就用testbox 就是在这个地方年月日用testbox 1 2 3 3个一个是年年的话我给他名称叫 TST year 然后再来month 再来这 TST day OK那最后呢再加一个 按钮 上面的话呢名称叫 BTN01好了 然后呢 他的 上面的 显示叫确定 就完成了 那 最后的话呢把他全部储存 再来就是程式撰写 那 我已经有画面了 再来我怎么样取得 使用者的讯息 并且把他先respon出去 确认说 你的填的资料 到底是否正确 如果是正确的话 再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不是的话呢 那就重新再填写一次 类似像这样的互动方式 我想各位第1个先把这个画面 先做出来好了 里面的话